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167集《游女云飞》2 可现在,展现在乾坤与云飞二人眼前的,却是如此巨大的一道裂缝 此裂缝的出现,立刻让乾坤感觉头皮发麻 他几乎立刻就想放弃追杀云飞,迅速离开这里 这个念头刚一出现,便被他立刻压下 他目光闪动,盯着碎星环,心底绿安 按道,有着碎星环阻隔 即便是那裂缝内有什么危险之物,也不可能冲出来 实在没必要如丧家犬般落荒而逃 就在这时,那裂缝突然停止蔓延 其内闪烁阵阵黑色一芒 一丝丝古怪的气息从其内慢慢散出 紧接着,一个身穿黑衣的青年呢 从其内一脸平静地走出来 此人一头白发,无风自动 在脑后飘散,充满了一股脱沉之气 但其双眼却引漏无情之色 若是仔细看呢,可以从其内看到一丝灰光 最显然的,还是此人额头眉心处 一个深紫色的星点 这星点散出阵阵紫萌 看起来充满了妖异之感 配合他身后那巨大的空间裂缝中 散出的阵阵乌黑之萌 此时他整个人看起来 就仿佛是那从地狱里走出的神魔一般 此人走出裂缝后,头也不回 右手随意在身后一挥 顿时那巨大的裂缝迅速收拢 几乎是眨眼间便由大便小 最终彻底的消失无影 只留下那飘在半空中 宛若神魔一般的青年 此人站在半空中 眼中露出一丝感慨 此下看了一圈后 目光透过碎星环 落在了外面乾坤与云飞的身上 乾坤在那白发青年走出裂缝的瞬间 便立刻有种心惊肉跳之感 因为中间有碎星环阻隔 他的神识无法探入 如此一来便不能查看对方的修为 但即便是二人之中没有碎星环 乾坤也依然不敢用神识查探对方 在他看来 此人能从那么庞大的空间裂缝内走出来 其修为定然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境界 最少也一定是原因期 说不定此人已经达到了传说中的化神级 如此一来 他又怎敢冒犯 另外更重要的 则是他心底总是感觉眼前的一幕 好像在哪里听说过 但此时 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到底在什么地方听过 此时在那白发青年的目光一扫下 尽管中间隔了碎星乱 但他依然还是双脚一软 下意识的就是逃走 但他很快便生生止住脚步 乾坤知道 若是自己现在逃走 那么对方一旦真的有本事从碎星乱内走出 追上自己只不过是瞬息罢了 如此一来 逃与不跑没有任何的区别 反倒是会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 另外 若是对方无法走出这碎星乱 那么他即便是不跑 也一样安全 心底这么想着 乾坤的脚步停了下来 他连忙抱拳 恭敬地说道 晚辈独王魔宫坐下 五代弟子乾坤参见前辈 云飞此时啊 心中白转谦虚 他刚刚经历了生死 此刻又看见了令人震撼的一幕 他的判断呢 与乾坤差不多 只不过他想的是 若是自己逃走 那么结果只是被乾坤追上 死路一条 可若是不走 在此地啊 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想到这里 他连忙恭敬地说道 晚辈齐皇门遗徒 莫云参见前辈 那白发青年啊 冷漠地扫了二人一眼后 便收回目光 看向碎星环 沉吟了少许后 此人右手在腰上储戴一拍 顿时啊 一只巴掌大小的小兽 在其手中出现 此兽背后长着三对翅膀 双眼清明 看起来颇为灵徒 他出现后啊 立刻飞起 在一阵翅膀拍打声中啊 迅速向着碎星环内飞去 很快 他便进入了环形之内 紧接着 碎星环内的一块碎石 漠然间闪烁白光 但白光消失后啊 出现了一只一模一样的小兽 二兽一见面 鼻子顿时发出尖锐的声波 相互攻击起来 白发青年皱着眉头 看了少许 右手一招 顿时那小兽立刻身体一抖 整个身子化作一道细小的漩涡飓风 从碎星乱内飞了出来 趴在此人肩膀 并在其右手一摸下 消失无影 这白发青年呢 正是王林 他从古神图斯存放一只传承之地 以记忆中的方法打开了离去的通道 从通道内走出后啊 便是在这碎星乱内环中 想要出去就必须要通过此环 当年通过端木鸡等人的交谈呢 王林已然对着碎星乱有了一丝了解 其实他本打算呢 以当初进入此地的方法离开 可那传颂阵太过复杂 古神图斯的记忆中啊 偏偏在传颂阵这一点上 几乎没有任何了解 其实想想便可明白 与古神的强大 实在没有必要 以传颂阵来移动 他们随手撕出黑洞 就可顺着其内穿梭而过 当然 也不排除古神记忆中 其实本应有传颂阵方面的知识 不然的话 为何在古神之地的第四馆 会有那种神奇的阵法存在 若真是如此 那么也证实了 王林之前的猜测 他所吸收的古神记忆 恐怕还并不是绝对的完整 只不过这些都是王林的猜测 至于事实是否这样 没有任何人知道 王林沉吟片刻 眼中露出一丝果断 他二话不说 身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默然一动 冲入了碎星环内 在他进入旗内的瞬间 乾坤尽管神色恭敬 但内心却是紧张起来 这不是他第一次看见 有人敢闯入此地 实际上在多年前 他曾看到过 魔宫一位 元英七强者 闯入这碎星环内 结果烙得身亡的下场 甚至连元英都没有逃脱 被碎星环内的神秘力量吞噬 此时 他再次看到有人闯碎星环 双眼立刻 明神看去 云飞的紧张程度 比之前坤更重 他现在把自己 可以免于被杀的希望 全部寄托在了 那白发青年身上 在他想 若是对方可以冲出 那么乾坤 必然不会轻举妄动 到时候 他若是以预见封锁 获得保命的机会 可能性 虽说不知有多少 但无论如何 这都是一个转折 云飞决定一事 王林身子一进入那碎星乱 顿时 其内几个石块 立刻相互碰在一起 在一阵白光中 一个与他一模一样的分身 出现在这碎星环内 这分身出现后 立刻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右手一拍杵戴 一把黑色的飞剑 立刻一闪而出 这飞剑造型古怪 其上充满一些分次 分明就是王林 以毒王鼎炼制的剧毒之剑 王林扫了那飞剑一眼 心底对这碎星环的神秘力量 颇为佩服 他居然连法宝都可以复制而出 甚至那飞剑上 被魔化后的梦驼子击中 出现的那一丝裂缝 也毫无遗漏地显现出来 这一次 王林没打算与之战斗 他的想法是以试探为主 分身祭出飞剑后 只听一声呼啸 那黑色飞剑瞬间破空而来 王林嘴角微动 他一拍杵戴 同样祭出黑色毒剑 顿时两把一模一样的毒剑立刻交错在一起 相互进入 紧接着王林内心冷笑 他寂静神时 默然一动 化作一道红色闪电 在其双眼内一闪而过 与此同时 分身也是双眼闪烁红色电光 此时王林双目紧盯分身 神态凝重 只见那分身眼中的红色电光 刚刚闪烁了几下 其双眼便立刻 砰的一声爆裂开 化作几个碎石散落在一旁 与此同时 那分身整个身子 似乎也承受不住红色电光的威力 默然间自爆开 王林目光一闪 立刻沉吟起来 他刚才极尽神时虽动 但却并没有攻击 而是试探一下 这由碎石组成的分身 是否连极尽神时都可复制 现在他可以判断 这碎星环虽然神秘 但显然无法复制极尽神时 王林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身子默然向前迈出 走进这碎星环内部 按照之前王林从端木吉那里听到的话语 这碎星环内总共百里 若是打败了第一个分身 那么可走出五十里 五十里外会出现两个分身 再次打败后 便可再次安然走出五十里 如此一来便顺利通过 乾坤的心呢 在那分身死亡的瞬间 险些崩溃掉 他心目中王林的地位 瞬间飙升 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如何也没想到 那碎星环神秘力量 凝结的分身 居然刚一出现 就诡异的自己爆开 他无法想象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惊人的玄机 云飞双眼露出一丝强烈的神采 妙目看向碎星环中的王林 心底暗自计算 以何种方式请求对方 才不会被拒绝 王林身子从容向前移动 但他刚刚走出十里 突然四周的碎石 漠然间闪烁浓密的白光 白光一闪即逝 两个与他一模一样的分身 顿时出现 这两个分身出现后 其中一个寄出飞剑 另外一个居然拿出了一个画轴 王林神色如常 但心底却是一尘 若非端木吉说谎 那就是此地因为自己之前 太过容易毁掉分身的缘故 出现了一丝变化 不过王林情绪 却是没有任何波动 他依然身太冰了 在这两个分身出现的瞬间 他双目默然红光一闪 极境神石再次出动 这一次 两个分身居然颇具灵性的 没有紧跟着施展极境 而是快速祭其法宝 王林目光闪动 身子毫不犹豫 迅速向前冲出 他之前已经试验了 极境神石 现在他准备试验一下 自己获得古神传承 身体经过一次 古神重组后 到底具备什么样的威力 如古神般重组的身体 是否像图丝记忆中那般强大 王林身子默然一动 在那两个分身寄出法宝的瞬间 立刻冲了出去 他速度极快 刹那便来到了两个分身之前 与此同时 他双手掐着得自古神传承的法绝 口中低合一个破 顿时啊 一股奇异的推动力 从王林双手的手绝上 漠然出现 这推力一现了 两个分身的法宝 顿时被一股怪风吹动 释放的时机啊 不由自主地蹲了一下 紧接着 王林身子如同一道夹杂万军之势的流星 冲向分身 那两个分身面色微变 随后啊 立刻双手揭出同样的法绝 此时啊 王林已然撞向分身 没有丝毫的悬念 两个分身其中一个 在他一撞之下 顿时崩溃 化作碎石粉末 消散一宫 王林选择的目标 是祭出那神秘画卷的分身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敬在喜马拉雅